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旭明和张康是一对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相声演员 二人于2009年开始搭档演出 先后推出了《亲闻晚之道》《任我行》等作品深入人心 独树一帜的捧跟霸气 斗跟兽气的表演方式 也让贾旭明张康成为了当今相声界最出彩的新秀之一 作为新生代相声演员的代表人物 贾旭明张康的演出行事新颖 作品贴近生活 敢于大胆地讽刺当今社会的不良现象 让广大的观众都大呼过瘾 本给你自个迟到找理由 我告诉你 出去 下不为例啊 好的 来 我们今天主要讲造句 好吗 小明起立 来 用又什么 又什么 造句 又什么 又什么 又 又 且可闹 又 又 且可闹 又 又 且可闹 跑着唱歌来了 是吗 就是又见面了的那个又 又 两个又 我昨天又吃了冰棍 又喝了凉水 不是我造的不对吗 倒也没什么毛病 不过你得注意饮食啊 小明啊 你得注意啊 好吧 那我们换一个词吧 来 用果然 用果然来造句吧 我 我昨天又吃了冰棍 你带脑子来了吗 那是上一轮 现在用果然造句了 我 我昨天又吃了冰棍 又喝了凉水 果然拉肚子了 我就说你得注意饮食吧 好吧 我们今天不讲造句了 没有意思 不讲造句了 我坐下来 你坐什么坐 还有脸坐呢 我们今天就因为你就不讲造句了 是吗 就因为你就不讲造句了 老师 是我造的不好吗 不是 是老师教的太差 老师 你别说实话 我说什么实话了吗 我说什么实话了 你倒是真能疼你自己 你坐下吧 坐下吧 哎呀 我都听完你刚才 哎呀 那个拉肚子我都不想讲 哎呀 好吧 我们讲一些优美的东西 讲一讲中国的古诗词 好吧 来 哪位同学可以告诉我 我们中国的诗仙是谁 李白 哎 很聪明 李白 来 诗圣呢 路 非常的棒 来 诗王呢 谢迅 金毛诗王是吗 不是啊 怎么可能是谢迅呢 那诗王 好好想一想 哦 我知道诗王是谁了 诗王是谁 辛巴 我的妈呀 你这除了武侠就是动画啊 诗王不是谢迅 那谁啊 诗王也不是辛巴 谁啊 白居易呀 白居易是谁 诗王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 你认识谁啊 我认识李白呀 你认识李白 李白的诗我熟啊 李白的诗你熟 我熟啊 好 敢说李白的诗你熟 现在当着这么多全班的同学 来 给我念一首李白的诗 念一首《早发白地成》 我看你能不能念得上来 念 朝此白地踩云间 夜半钟声到客船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行白路上京天 一行白路上京天 好啊 少明 真不错 连老师都快觉得这四句是一首诗了 那早发白地成 它是那么背吗 那怎么背啊 朝此白地踩云间 千里将临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一丝银河落九天嘛 啊 不是 清州已过万重山嘛 你看你把老师都带勾里去了 老师 你看你这么背对了有什么意思 背对了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老师是在教你鼓掌词 老师是教你像夏盛雅那样要掌声吗 啊 好 好 那那那老师 那那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 那我这个背的多有意思呀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 你说你书本上它不好好学 我都不知道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学的 网上学的呀 网上学的 网上那么多 那个鼓掌改的可有意思呢 它改的可有意思 对呀 行 啊 不好好学习 我今天就考考你 我看你会多少有意思的 好不好 啊 听着 我让你有意思 我随便翻一遍 好啊 床前明月光 李白睡的香 春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 行 好雨知识节 出门得失邪 随风潜入夜 明天把烟戒 什么时候把烟抽 烟花三月下阳洲 你都抽半年了你都 这都是什么学生啊 下课吧 老师 老师老师老师 化妆相声 小明的故事 体现了贾旭明张康 独辟蹊径的 演说相声表演风格 演说相声 是将传统相声 与现代流行元素 相结合 在说的表演风格中 进行演的革新 并以剧的形式呈现 让表演更加形象 生动鲜活 张康 全校的大帅哥 无数女生心目当中的 梦中情人 小美 大哥 坐 哥 说 昨天你说 你女朋友今天也来上课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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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说 他叫沈嘉宜 还长得漂亮吗 我来我来我来 我女朋友 用你介绍吗 长得漂亮极了我干 他有三大特点 魔鬼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 最主要啊 他有过目不忘的气质 而且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所以他要来了 Only you can take me to second 来了一个 哥 哥 是大吗 确认一下大哥 加油 我的肌肉 谢谢 妹妹 妹妹 哎呀 我的肩子啊 哎呀 过来了过来了 大哥大哥 是他吗 不不可能 你你琢磨呀 他说了 他有三大特点呢 啊 他有魔鬼的身材 哎呀我的天啊 哎呀 那个 你听错了大哥 嗯 他有魔鬼的脸 头一大特点 我可能记错了 他还有第二大特点呢 嗯 他有精致的五官呢 啊 啊 啊 大哥 啊 那牙是雕刻的 啊 啊 啊 我觉得就是他 为什么呢 嗯 主要他有过目不忘的气质啊 兄弟们 我觉得咱们现在去退学 还来得及 你们给我站住 来者喝着 沈家阿姨 好 沈家阿姨 你好 阿姨你好 谁是沈家阿姨啊 人家叫沈家阿姨 你们谁是张康 这个问题 大哥 他找你 我不是张 嗯 兄弟你 是 我是 张康 他是 他是 哥 兄弟 挺住 你才不是张康呢 你才 他就是张康 阿姨他 家阿姨他是 你才不是张康呢 你是张康 你是张康 你才是张康的 是 没没没 咱们这样先上课好吗 我看过你张庭 先上课 我知了你这张康 别客 害怕 你是不是害怕 你给我 别捅我 哎呦 我的天 吓死我了 哎 哥 有肉 兄弟 等下课我怎么整你 都给我闭嘴 你们这帮学生怎么回事 上课不耳上课 老师 我们在这边呢 谁是张康 我事 我看你就不是好学生 怎么回事 知不知道 上大学是多少孩子的心愿 你们坐在这么好的教室 有这么好的条件 不好好学习 咱们实现心里边的理想 咱也别上课了 咱们现在就谈一谈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那边的小哥 你说 我的理想就是兜里 揣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坐车去兜风 他的理想是当一个 公交车的售票 你说 你说 我的理想是吃饱饭 你就是个愤 大个子你说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企业家 你们听听人家的理想啊 当企业家然后呢 然后就有很多钱 我就能娶一个漂亮的媳妇 继续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给她 这样都过上好日子 好理想 你说 我想给她当媳妇 你们这都什么学生 给我写检查 老师跟我没关系 荣和时下各种社会现象 与时事热点 是贾旭明张康作品的最大特点 相声剧《至青春》 就是抓住了当时社会中的怀旧风 而下面的作品《华山论剑》 则借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 并巧妙地将快板 流行歌曲等现代元素融入其中 在新旧对比中 碰撞出了欢乐的火花 来了 小吴 欧阳风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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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战半天了 看不见吗 这么大个子 你眼睛出气用的吗 看着我 看着我 跟你说话尊重我点 要动手是不是 是不是要动 别吃 别吃了 别吃了老叫花子 他又打我了 没看见吗 还有你 黄老贤 不说话 装什么高调 装高调跟我这 这么多武林人士看着呢 没一个鼓掌的 你喝着不喝着 还要脸吗 不要废话了 既然南地没有来 那就让我们四个人决战这华山视频 你们三个人打算一起上吗 一起上 开什么玩笑 这都是一顶一的高手 一起上怕你瞧不起 你知道吗 怎么着也得单打独斗 你们俩谁先上 周博通啊周博通 几年不见 你胆量不小 就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左右手 护博树吧 让你开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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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博通你也太贱了 华山论贱吧 华山论贱吧 太贱了 欧阳峰 欧阳峰 亏你为一代宗师 让我通信你两回 你好意思 南地你来了 南地 女哥 不是 南地 你看 你嫂子 你妹 干嘛那么大脾气 你也是 同样的招数用三回 你卖了 谁爱的 咱们干嘛呢 华山论贱 用你那种卑劣的手段 还偷袭 这是谁 一代宗师 将就单打独斗 你就过去 你就打他一下 能怎么着 高手之间想着对招 你就这么打他一下 怎么了 你就这么 你腿呢 哎呀 天员 活不了了 你 你踩过了 我要半天 我要了一张 我 你还我鸡腿啊 你还我 我跟你拼了 我 老叫花子 不要再闹 就让我看看你的降龙十八掌吧 江湖传言有误 我练的并不是十八掌 而是 十八板 哦 打主板 我进街来 一街两巷 好买卖 也有买 也有卖 也有幌子 欲招牌 金招牌 银招牌 叮叮当当挂出来 这二年我没来 听说掌柜发了财 您发财是我沾光 您吃饺子我喝汤 哎 这位老板长得帅 这春着打扮真不赖 嘿 老板见我笑嘻嘻 请您给我来只鸡 我回来 瞧你个丢人现眼的味儿 你这是在跟我比武吗 你这不是给我比草吗 老杜 还是 咱们两个来比试吧 你不会也只说 像他们一样卑劣的手段吧 想我黄老邪 一辈子行走江湖 最恨的就是暗箭商人 像这两位 今天如此表现令我汗颜呢 虽然我跟他们两个 没什么交情 但是同是武林中人 我也向你赔个不是 哎 快快快 等等 干嘛呢 我们俩用你冲好人吗 是 我们记不如人 用你说嘛 就是 哎 你俩知不知道什么叫好赖话啊 你懂什么叫好赖话 让我来 让我来 对我说嘛 咱们别用你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对话少言 我们开始比试吧 都这么大岁数了 咱就别比武斗了 咱比比文斗如何 何为文斗 就是我唱几首歌 你能猜出歌名 我就认输了 众人皆知你黄老邪 精通音律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景点 猜这个 阿里巴巴 你怎么知道的 废话你都唱出来了 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忘情水 黑猫警长 走在乡间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葫芦娃 哎呀 听着我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 阿里巴巴 向你指教 向你指教 向你 指教 猜这个歌名 猜这个 猜上这个 我是你孙子 你这个歌名叫 在那遥远的路上 黑猫警长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带领着猴哥和葫芦娃 以及森林兄弟们 向我们的小阿里巴巴小英雄 指教 《买毒还珠》是中国古代 非常有名的一则预言故事 他讲的是郑国人 买了成珍珠的盒子 却退还了匣子里珍珠的故事 张康 贾世明 将这则预言改变成小品 运用现代各种推销和包装的手段 夸张地演绎这个 流传了上千年的讽刺故事 大盘老板娘回来以后 二十两银的一个 这是什么 你先算超上了 行 要一个 来一个 这就卖下去 我给它包上 停 银子就来 停 你这么好的珠子难道没有独子吗 我拿有独的 银子它都赔钱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准备独子 没有独子 那你这珠子怎么那么像假的呀 哎 这个客客 它肯定不是假的 你这么好的叶明珠怎么可能没有独子呢 不是 你不知道 你这个假的 不敢的 算了 我呀 不埋了我 它是 它 老板 它这个珠子 你看 你看 你呀 你不说过你 你知道吗 你 你啊 你上边上边去啊 郝瑞一礼拜了 卖出一个桌 马上就掏钱 银票都快到手 你假的 你到底哪头的呀 卖一个珠子就是目的了吗 不想多卖点吗 那多卖点 也从一个一个来 在这说 你这么好的猪子没有独子就是卖不上价钱去 那我上哪找独子去 我有啊 你有独子 我当然有独子了 来 来 看 猪就是独子 你刚才干嘛去了 你刚才干嘛去了 人家都已经来了 赶紧装着咱就卖 你刚才怎么不拿出来 十两银子这么就没了 刚才我拿出来 猪子加独子十两银子让人家全拿走了 可是我这个独子单独卖最少也得十两银子 我现在意思就是 你这个独子加上我这个猪子能卖二十两银子呢 呸 你这个猪子加我这个独子最少能卖一百两银子 你这个独子 这么大的这个独子 这装里这就看不见猪子了呀 这 吃过月饼吗 吃过啊 现在哪个月饼盒不是外表看的那么华丽 打开里边到里边找不着月饼 那什么意思呢 包装啊 就卖的就是包装 一包装它就一百两银子卖出去了呀 一百两银子 叫咱们赚大发了 那当然了 哎呀你这猪眼真行 行不行 来来来来 你先闪开 我现在行了 我买饭 我分钱 卖猪子 赶紧来买猪子 买猪 一百两 跟你说了 包装包装包装 要货也得包装啊 你学这个 哇 这个如何好就行了 我会吗 我能来吗 是 你肯定行 来 来来来来 哇 那我们今天所有到场好朋友来真是赚大了耶 真有自然力 就这样啊 咱俩合作 真的 马上就把它卖到家 哎 瞧瞧看一看 上好的猪子 猪子 哇 那你猪独子一定能穿得起 猪独子当中的老师 来说 耶 看来你对我们的猪独子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啊 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这个猪子先不说 先说说这个毒子 啊 讲这个毒子 这个毒子的外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完全采用金丝楠木制作的呗 哇 那我们今天说了赵超红呢 真是赚到了耶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金丝楠木大家是赚到了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皇帝的棺材的材料都是采用金丝楠木制作的呀 哇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猪独子 到底是从哪个皇帝的棺材当中抠下来的呢 它是从秦始皇的棺材上抠下来的 哇 那我们今天所有赵超红那真是赚到了耶 绝对是赚到了耶 别的商场里你要买这么一个猪独子要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呢 可能在我们这里只要九九八 九九八就可以把猪独子带回家 你们听到了没有 你们听到了没有 现在卖九十九两八一呢 那还真是赚到了耶 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界的观众朋友还要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你手中的电话订购吧 赶紧掏出银子掀购吧 掏出银子掀购吧 来人了吧 这位客官您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你这材质倒是不错啊 对对对 我看看我看看 这么好的犊子 装个破珠子干啥 这珠子不要 我就要这个犊子 这位先生 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我们刚才的吆喝呢 我们刚才是在说我们是卖猪子的不是卖毒子的 我跟你说了 我就要这个犊子不要这个珠子 你怎么老是听不明白 我们是卖猪子的不是卖毒子的 如果你想拿走这个毒子 就必须买走这颗猪子 你怎么也听不明白呢 我说了我就要这个毒子不要这个猪子 因为这个猪子配不上这个毒子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我们是卖猪子的不是卖毒子的 如果你想拿走这个毒子 就必须买走这个猪子 如果你不买这个猪子 我们就不可能给你这个猪子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我是卖猪子的 好了 这是你的猪子 这是你的猪子 这儿有一百两银票 不用涨了 这俩我都买了 还跟我这样 哇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赚到了 超级 你好 这一 round 超级 超级